因為有不少人問過我 參加活動 情報都是去哪邊看的之類的問題 就有簡單的一段 大概說一下我平常自己會看的網站或閱歷好了 先講日本動漫歌手及神遊活動部份好了 我通常都是看這個 AnimeHaku這個網站 然後這邊有一個活動閱歷點進去 然後它裡面很多 然後這閱歷裡面其實整理了很多活動 像一些動畫或漫畫的展覽會還有列在裡面 不過通常都是只看神遊Live這兩個 然後我習慣是點這邊 它會變直的 然後就在看你出國是哪一天 或是你什麼時候想要出國 比如說這禮拜12月2號3號 你在東京想要找活動來看 然後就這邊設定 然後12月2號3號的活動這邊就一目了然 然後這個網站到我的頁面裡面 裡面還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製作自己的閱歷之類的 我是都沒有用啦 因為也不是很常看 然後類似的功能我覺得可以用這個 Eventer Note 這個在Eventer的圈子中非常的流行 不過我也是很少在用 然後它比AnimeHaku那個網站多了 偶像Live的情報 每天有什麼活動你會在頁面上顯示 然後它這邊有個不錯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輸入藝人的名字 然後指定的時間 然後在哪裡 它可以幫你搜尋 好啦就簡單隨便試一下 我就打水速好了 然後我要找20181月13號 好了 搜尋 好 然後找到舞蹈館的第二天Live 然後它上面有列的活動 你點進去 然後可以按這個參加 然後它就幫你筆記在你的頁面裡面 然後也可以看過去參加的活動 然後這個頁面 複製這個網址 你也可以分享給你的Eventer的朋友做交流 我是沒什麼在用這個功能啦 所以就零follow 我比較習慣自己打在試算表裡面做筆記 然後如果是要看偶像活動的話 我是先看這個 TOKYO GIRLS SCHEDULE 它這個是 TOKYO GIRLS UPDATE弄的網站 雖然說Eventer Note它也是有火象活動可以做紀錄 不過它偶像活動還不是弄得那麼豐富 還是很多火象活動沒有 然後TOKYO GIRLS SCHEDULE這個網站 可能不要地下一點的 它就不會列在上面 然後如果要看地下一點有什麼活動的 我會看這個月曆 然後這個月曆還有分兩種版本 一個是指顯是有料Live的 一個指顯是無錢Live的 雖然說它叫無錢活動月曆啦 不用收門票錢啦 不過像這樣子還有兩滴 收兩滴就是 兩杯飲料 一杯六百的 一千二 有時候如果想要省錢 就直接看無錢的 不過看這樣的月曆它好像列了很多活動 不過地下的活動還是很多沒有列在上面的 如果你自己有在Follow的團 你還是自己去他們推特看一下會比較好 大致上就是看這兩種其他的我也沒時間去特別去找 然後這些日本的 然後我現在講個台灣的 台灣的你可以Follow這個 日系演出活動統整這個粉絲頁 這邊每個月都會整理 整理每個月有什麼活動這樣 會發文 大概就這個粉絲頁的小編每個月 都會整理一篇然後發布吧 然後我平常主要是看我朋友他自己整理的活動月曆 因為這其實也是自己在看的 所以新增有點雜 隨便新增 然後影片剛剛出現的所有的網站 或是月曆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影片的說明欄 然後關於我平常在看的這個台灣活動行事曆 因為基本上活動新增的很隨意 要Key什麼活動上去其實都看心情 不過我朋友也願意提供這個 行事曆的連結分享給大家用 因為都是自己有興趣的活動才會去行程 如果你看到什麼活動沒有行程在這個行事曆上面 你希望這個活動被行程進去這個行事曆的話 你也可以失去我非時不可專業 然後我有空就會在行程 抱歉講話有點鼻音 今天有點感冒 然後Google日曆部分 你可以直接行程到你自己的日曆裡面 然後手機APP打開就看得到 很方便 最後再插播一則消息 凡是我頻道的觀眾 參加12月10號年末打卡大興奮這場活動 購買一般連票的 日時現場向工作留言出示 YouTube訂閱畫面 就可以獲得300物飯點券喔 1點等於1台幣 300點可以幹嘛呢 大家最愛的Yumeado 我一次是250 送你300塊等於還找50塊呢 這些機會好好把握一下 下禮拜看看Yumeado 我好興奮 我好消息 感谢观看